健康2.0 凯琳陪你守护全要再升级 Grandpao我们被这个病毒 纠缠了好几年了 而且它不断不断在变异当中 像是罗一军说 BF7BA.2.75 点点点一大堆的 还有XBB等等 可能会变成秋冬主流的病毒株 李敏毅也说 BF7一定会进入台湾 而且传播的速度会更快 提醒大家的是什么 它会造成听力方面的损伤 像英国就有个研究了 确诊之后造成听力丧失的 居然达到了3% 出现耳鸣的也有4.5 R2.5亚型变异株层出不穷 至少有超过40种 像是BA.2.1.10 位点不断突变成XBB 是新加坡目前主流病毒株 还有台湾曾出现的 BA.2.75 而BA.4再突变成BA.4.6 也是美国第二流行病毒株 现在本土最流行的BA.5 突变成有零星个案的BF.7 而BA.5.3分之也进化成BQ.1 位点有四个突变 再演变成BQ.1.1 共有五个突变位点 这两个变异株 现在也在欧美地区快速窜起 目前台湾的话 BA.5依旧是最主要的一个流行株 所以他们具有最多的人感染 最多人传播 所以短期我们看到这些变异株 即使它的传播力 会比BA.5强了 也很难在短期之内 变成台湾主要的流行病毒 虽然其他变异株在台湾 暂时难取得霸主地位 但随着国门开放 可能有其他变异株来台湾 香港也出现一例BQ.1.1 目前免疫逃脱能力跟传播力 还没有很明确研究 但症状基本上 还是以上呼吸道为主 少数嗅味觉异常 而新加坡大流行的XBB 有什么流行症状 XBB这个变异株很特别 它同时具有两个不同方向的演化株 又交叉在一起的特征 在我们目前所看到的 所有的新的变异株的症状里面 其实还是以那种 BA.5之后 主要以喉咙痛为主 不过也有其他特殊症状 像是感染BF.7 由患者发生短暂听力丧失 染上不同变异株出现症状 是不是真的有明显差异 不管是你需要觉得丧失 或听力丧失 或是其他冒冷汗 或是奇奇怪怪的那些症状 或是说喉咙痛 拉肚子这些典型的症状 其实都是过段时间就会没有 就连后遗症也是一样 也有专家认为 未来新冠病毒观察重点 应该摆在会不会出现 具抗药性的变异株 威胁性比较大 后续人要持续密切观察 这些都还是 Omicron家族里面的变异 还怕再变出另一个 从Alpha Beta Delta Omicron会不会再变别的 都不知道 但光这些就非常伤脑筋了 是的 因为就连国外的专家都说 你如果从现在BF7的 流行状况可以看到 似乎新冠病毒还没有这么快 想要跟世界说再见 因为其实以往我们本来以为说 包括欧洲或美国地区 在上次的BF5之后 我们觉得这一波感染好像慢慢要平缓了 甚至连世界卫生组织都想说 我是不是要宣布这一波大流行已经结束了 可是现在可以看 包括从北欧先开始 然后比利时 然后连美国 我们可以发现说 这些新变异株占的比例也越来越高 所以有些专家推测说 如果以大家听到刚才那么多点多点多点多 虽然说第一个事情我们看到是说 国门一开 这些新新的变异株也跟着进来 所以光是一个礼拜你就可以收集到三种的新新变异株 而且高达七个案例 这告诉我们说 事实上开国门之后 新新变异株的入侵是无可避免的 第二件事情是 总有一只会从这些众多变异株中 叛成 对 它会变成最新的一个主流 主宰的病毒 那现在他们预测有可能是BF7 那BF7他们觉得说 它的特色是什么呢 刚才大家应该有听到 主要就是 它的免疫逃脱可能更强 大家担心的一件事情是抗药的问题 尤其是 主要是这种单株抗体 大家知道说之前除了这些抗病毒药物之外 有一些使用单株抗体 那抗体这个东西就是 你跟我越不像我就越没用 所以就担心说到BF7之后 有可能这些抗体类的药物 可能有些的效果会变差 那第三件事情就是说 那重复感染就可能再发生 因为大家就发现 现在以前是三个月脱掉无敌新星 后来发现一个月就脱掉无敌新星 当BF7越来越多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无敌新星就不再管用 就是重复感染 第四叫做新星症状 因为他们说其实 重复感染或其他 只要我的病没有病得更严重 大家就可以 还是可以接受 还是一样是像感冒一样的 喉咙痛 咳嗽 发烧 不舒服 可是他们说 英国这个研究告诉我们说 奇怪了 好像有一个新的症状要出现了 他们研究560个人 那去研究发现 有3.1个人出现相关的 包括我们有些听力丧失 3.1%的人 对 3.1% 甚至有4.5%出现耳鸣 当然多数的患者 他的症状可能会自己消失 但是有没有可能持续 但是是不是病毒新有 大家以前有没有想过 有些小朋友 在感冒之后会出现中耳炎 中耳炎也会出现相关的 这些耳朵相关的症状 这只是告诉我们这次病毒 它越来越像我们以前认识的 这些感冒 只是现在我最担心的地区是什么 其实是大家可以注意 这些新兴病毒株 连守得非常好的 包括中国的广东地区 或我们知道说BF7 可能来自于内蒙古地区 因为守得很严的地方 有没有可能未来是 这些新兴病毒株 可以伺机而起的地方 会使得这个 我们的那个新冠疫情 一直不止息 这是我们最担心的地方 真的很让人担心 居然还出现了听力的问题 之前是味觉嗅觉 现在连听力都有状况了 好 何医生也是耳鼻喉科医师 你也遇过这个人 他刚好听力突然间丧失 结果PCR验出来也是阳性 对 我有一个病人 他来主述就是说他耳鸣 然后好像听不到 那个时候帮他检查一下 他真的好像有大概五六十分贝 这么大声的听损 这个时候因为 没有办法让他吃我们的 口服的内固醇 因为他有其他的问题 没办法吃 所以我把他转去医院 要做耳内的注射 那个时候管控还比较严 所有人要去医院要做这种 开刀房的治疗都要验PCR 结果他PCR是阳性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想说 该不会是因为确诊之后 他的病毒攻击 他的内耳的部分神经 造成他发炎 所以他才产生这种突发性的耳聋 就是俗称的耳中风 后来因为这个病人 那个时候医院管太炎了 他就没有办法接受后续的治疗 所以其实他后来也没有得到一个恢复 那现在他听得到多少 他现在是什么状态 他大概就是60分贝 60分贝就是麦克风 要用麦克风扩音的时候 或者是外面 那么大声 那么大声他才听得到 那像我们这样讲话 他就听不到 他可以听到一点点 他听不太清楚 就变成可能永久性的听力损伤 如果说是刚那种病毒感染的 他会伤在 因为我们耳朵的构造 真的是很复杂 他会伤在哪里 我们耳朵分外耳中耳内耳 那病毒主要我们两大理论 一个就是他直接攻击内耳 内耳从什么 半规管耳刮 耳刮神经 这就是听神经 只要病毒直接攻击 这任何一个部位 都有可能造成听力丧失 或者是病毒感染 造成全身发炎的反应 那些发炎物质 经过血液循环来到耳朵 造成耳朵发炎 也会造成听力丧失 所以是比较后面这一块 对 大概是这一段 那你也遇过那种突发性耳聋 或者说听力受损了 是跟中断还有前方有关 对 我们门证也很常见 譬如说一个妈妈 带她的小朋友来说 医师 我觉得她好像听不太清楚 都不理我 电视调得很大声 她是不是听不到 对 这个时候碰到小朋友 首先其实我们会问说 那她出生的时候 新生儿听力筛减 有没有问题 每个问题那时候都正常 那我们就开始拿耳镜起来 从耳朵看进去 那小朋友最常见 其实就是外耳道被耳屎塞满了 塞满 塞满 塞到变成一个耳塞 对 很常见 所以你把它举出就好了 夹出来就恢复了 可是不是常说 我们不要挖耳督吗 所以这个到底要怎么办 其实耳朵就耳屎分干耳和湿耳 干耳的话就是那种碎屑状的 它其实自己会脱落 那如果是湿耳的话 是泥巴状 黏黏的 对 超黏 那很难清 那累积久了之后 它会一层一层 一层一层附上去 然后还有硬化 好像变成一个石头一样 对 变成石头 它就完全塞住 就耳塞 声音传不进去 它就听不到了 OK 好 所以如果是湿耳的话 如果比较安全 当然还是请耳别后 可以一直来解决 如果是外上 当然是从外部过来 我们也问一下新美 所以你认为 还有什么样的原因 以及所谓的病毒感染 对 那为什么会造成 现在听力上面有问题 其实你看一下 英国的这个研究 它其实叫做回顾性研究 什么意思呢 我先讲一个案例 其实跟刚何医师的观察蛮像的 他是一个埃及的病人 他到医院的时候 一开始是因为听力 突发性的耳聋 到医院的时候 他就同时去做PCR 一发现是阳性 那因为突发性耳聋 有很多种原因 他就去找各种其他可能的原因 因为没有任何其他原因 所以可能认为这两件事 是共发性的 也就是说COVID-19 可能会造成所谓的耳聋 或者是耳鸣的状态 那这个状态到底 是不是一个新的新闻 其实突发性耳聋 我们在看它的一些原因 它其实有几大原因 第一个病毒感染 其实我们过去的流感 麻疹病毒 有一些病毒 其实本身就可能 会有这样的一个并发症 第二个血管性的问题 第三个字体免疫性的问题 我们再来看一下COVID-19 因为这个他发现 它跟听力之间的关联性 就有研究学者 去做一些研究 去研究小老鼠 我们都说COVID-19 它可能针对 我们的肺部的影响 是来自一个ACE2的受体 他们也发现在 我们耳朵里头的中耳细胞 跟神经节 其实也有这个ACE2的受体 在这一段里面 有ACE2就对了 对 所以其实他们 有一些科学家认为说 为什么这个COVID-19 结果也会跟听力上市有关 可能第一个 跟这个原因有关 第二个我们都知道 我们这个新冠肺炎 其实会造成比较大的 身体的发炎状态 也是一个病毒感染的状态 所以这两种情况 其实也跟过去很多病毒性的感染 是有类似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讲一下 其实确实我还蛮同意塑星说的 我觉得这个病毒从过去 它可能有一些肺炎一些急症 慢慢的开始跟我们的流感病毒 跟我们过去长存的病毒 好像变得有点雷同 它可以出现各式各样的表现症状 但是还是要呼吁 就是你感染之后 如果你出现一些耳鸣 听力好像比较听不清楚的时候 其实你可能要赶快去耳鸣后科 进行治疗 否则的话听力要挽救就非常困难了 那么如果以中医观点的话 哪一些穴位可以帮忙 让我们耳朵方面来 平时我们当保健用 像第一个我们说硬糖穴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 它在哪里 它在我们的两眉毛的中间 为什么硬糖 通常跟大家讲说 硬糖发黑药小心 它居然跟我们的耳朵有关 对 因为其实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常说的心的地方 那中医讲的心 就是我们的神明 神明就是头脑 所以说你会说 看到我们艺术里面想 什么神明不清 就表示我们的脑袋不清楚 那脑子脑髓 所以长按这个穴 它可以起到一个 正经安神的作用 它可以把我们的血液 灌溉到我们的头脑里面 再者说我们一个易风穴 易风穴很重要 它是我们的耳后 在我们这个乳突后面 耳朵底下 乳突后面这个突起的地方 叫易明穴 那易明穴 它也可以起到一个 把我们的血流灌溉到 我们的耳后里面去 那其实我们常常听到说 在耳后有一个很重要的穴 叫风穴 那风穴跟易风穴 它有一个连线 连线中间叫易明穴 易明穴跟易风穴 中间有一个叫安眠穴 易明跟风穴中间 有一个安眠穴 那总归来讲的话 这五个穴连接起来 称之为乾坤线 那乾坤线在我们的 针究理论基础里面 它认为说 它底下有一个 弥走神经通过 当我们按压它的时候 它可以起到一个 舒缓的作用 它可以去调配 我们的自律神经系统 让我们人可以沉浸 可以稳静下来 OK 来 郭医师 你让我们看一下后面 所谓那一条线 来 再转一下 是从哪里到哪里 我们说耳后 乳竹后这个叫 你说乾坤 对不对 易风穴 那我们说顽古后大金旁 这个叫风穴 易明穴 易风穴跟风穴的连线的 终点叫易明穴 所以就那一条 其实大家平常都可以按 易明跟易风叫做安眠一 安眠一跟我们这个易风 易明后 这边叫安眠二 所以它的顺序就是 易风 安眠一 易明 安眠二 风磁 这几个穴位的连线 称之为乾坤线 所以大家不用记那么多 你的手可以这样 在后面一起搓一搓 我觉得大概就是从耳后 一路沿着法际线的边缘 搓过去 所以像我们有些时候 女孩子喜欢去洗头 主要原因是因为 当我们洗完头的时候 理法师会帮我们按摩一下 按摩完之后 你就觉得整个人 神清气爽 耳聪慕明 对 那有些时候 像我们敲一下我们的百慧穴 也可以起到一个 把我们的血液灌溉到我们的头部 所以我们说头 它是一个珠洋之汇 所以你看有些像 韩国他们之前 在奥林匹克竞技赛的时候 旁边都会有一个寒衣 随对 随对做什么 帮这些选手 挣扎百慧穴 让这些小孩子 他的头部的循环变好 明明就是我们的 对 那再来就是我们 在我们耳朵局部的一个叫 听宫穴 听宫穴在我们耳银前面 这叫听宫穴 对 那我们说耳朵前面 有三个穴位 耳眠听宫跟听慧 它分属于三胶筋 小肠筋跟胆筋 那如果你分不清楚 哪一个穴位 你就在耳朵前面 上下这样戳螺 对 也可以让我们耳朵的循环增加 好 所以大家今天都学到了 耳朵这边上下戳 然后耳后这个法际线这样子 也是左右戳 就可以让你耳朵慕明 这个是平常保养 对 保养很重要的 广告之后来看 大家都很怕耳中风 它会有什么症状 有人早上起来 并不是听律就听不到 而是有一些头晕 耳鸣等等状况 怎么样判别 马上回来 刚刚大家一直提到耳中风 这三个字 其实会怕 我们知道有脑中风 眼中风 耳朵也会有这方面问题 真的 尤其是现在天气开始变冷了 然后选举又热了 有些人可能是熬夜 要看这些什么节目 或者是想要去站台 或去很热血 有时候真的太累的情况下 就有可能出现这个状况 我先从比较典型的雷红大哥 讲起好了 因为他的状况 大家可能知道 他这个武打明星 可是他更知名的是 他其实最高的巅峰时期 有一妻五妾 有八个小孩 所以这么大家子要养 其实本来就是经济的负担 算是好的 可是本来都还过得去 努力一点也就好了 没有想到其中一个太太 她就是玩期货 就输了六千万元 但一输了六千万元 得还债 还债后来 甚至连他本来在苗栗的豪宅 都卖掉来还债 那你也是知道 因为债务压力很大 那这样一些 这些有的没的事情 所以纷纷 太太跟小孩就离开了 她说就像红胎 赶快一吹就吹走 吹散了 那吹散了之后 你也知道 总是还是要重新来过 还是得赚钱 所以他就开始 拼命的接这些厂子 到处去接 然后就压力非常大 有一天开着开着开着 就觉得耳朵怎么怪怪的 开始出现耳鸣 后来就医才知道 原来他耳中风了 这是其实是最常见的一款 就是你会发现 通常就是那种 压力超级大 又睡不好的情况下 突然有一天就觉得 耳朵怪怪就出现 可是上官名利的状况 倒是我之前比较少听到的 因为大家可能认识他 他就是以前绣长女王 非常的性感 然后非常漂亮 所以说一句实战的话 真的很厉害 现在都已经68岁了 可是保养得非常好 整个身手什么 看起来都非常的不错 可是他其实一直以来 他就说他运气有点差 尤其有一些意外的运气 他曾经有一度 遇到人家酒驾 你知道造势逃逸 然后还蛮严重的骨折 后来因为他有些表演的时候 也曾经受伤 这些陆续的受伤也都还好 他最近本来在做一件事情 他总是想说 虽然年纪有了 但是希望能够把年轻的时候 没有完成的梦想把它完成 最近之前没有拿到学位 所以他也开始去念书 很认真 对 他在台北商业大学 念气管系 然后他就说 希望不要让成绩太难看 所以常常就是熬夜念书 准备功课 有时候到凌晨干嘛 就有一阵子就开始觉得 耳朵怎么 觉得有点痒痛种种的 然后就还是不管他 想说应该没事 就继续还是熬夜念书 有一天突然间觉得 奇怪了 耳朵怎么流血 有点浓郁 然后这时候觉得不大对劲了 可是有时候想说 像我自己如果耳朵流血 我想说应该里面有痘痘破掉 有时候他两个都里面长痘痘 可是他就发现奇怪了 一个奇怪的事情发生 什么事呢 他家有那个念佛肌 对 怎么有一只听 那个念佛的声音变小了 怪怪的 这怎么回事呢 然后去看医生 医生才说 其实他耳膜有点破掉 所以他这个跟经典型的耳中风 好像不大一样 不太一样是不是 对 然后就跟他说 这真的好好治疗 不然小星可能会留下后遗症 甚至听力可能永久受伏 你看他说听力恐怕只剩百分之三十 剩百分之三十是什么概念 会听到多少分贝 因为其实我们每差十分贝 十分贝和二十分贝就差了十倍 他不是差十 那一百分贝就差了 就一百倍就比例上去 所以其实大部分的人 我们都会希望说 一开始有急性耳鸣 或是急性突然发生的 还是要来耳鼻喉科就诊 做听力检查 才可以早期在黄金治疗期里面 抓出来 他是不是俗称的耳中风期 就是突发性的听力丧失 那个有黄金治疗期 只要及早治疗的话 其实恢复效果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 可以完全恢复到 原本的正常状态 另外三分之一的人 大概就是部分恢复 那有三分之一的人 可能就是比较老的 年纪太小太老都有可能 三分之一的 比较就是没有机会恢复 完全就失去听力了 好 黄金治疗期 两个礼拜左右 对不对 OK 好 西妹有没有遇过这样子的患者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这种耳中风的时候 其实到底我们真正在医学上 是怎么样做判断 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跟接下来 你什么时候去求诊很重要 真正的耳中风 其实它有另一个名字 叫突发性耳聋 所以其实顾名思义 它其实必须要有听觉的变低 所以真正我们在做判断的时候 我们会有个333定律 第一个三是你在三天内 你发现你的听力是下降的 第二个三是指 你可能去做这个耳 听力检查的时候 通常是一边耳朵吗 通常会是一边耳朵 就是连续三个音频的 整个的听力下降 并且超过30分贝 好 这个东西 其实大家看到现在 应该会有感觉是 我应该可以 又透过我自己听力下降来判断 但问题来了 这些检查 其实是需要去医院去做检查 你才能判断的 我们在发现说 其实一开始的这个耳中风 多数的人第一次 他并不是因为听力下降去医院 而是他病发的耳鸣 或者是晕眩的问题 之前就有一个男性 他其实到医院被发生去 就发现耳中风的真正的原因是 来自他一早上起床 早上起床的时候 他就突然觉得 我现在好像在游乐园 我好像在坐海盗船 因为他往这边走 就觉得人开始往右偏 开始出现那种 很像大量晕眩的状态 后来因为这个晕眩太明显了 他本来以为是脑干中风 到了医院做了一系列检查 最后才发现 他其实真正的问题 是所谓的一个耳中风 所以第一件事情是 很多的耳中风 它会伴随着耳鸣的症状 或是晕眩的症状 才到医院被求诊 第二个其实像肃琴讲的 有时候你会发现 你单一边的耳朵 听力下降的时候 你不一定会 侦测到这件事情 除非你弄耳机 比如说手机从这边讲 发现听不清楚 换这只耳朵才听得到 问题来了是 当假设今天 他有一个黄金治疗 其实在两周内 如果你两周内 你并没有一个明显的发现 左右耳的听力分配下降的时候 你就没有机会 到医院去做这个检查 就可能会错失了 治疗的黄金期 所以如果假设你今天发现 不一定是听力上司而已 可能是耳鸣 可能是晕眩状态出现的时候 还是建议要到耳鼻喉科 做相关检查 才可以及早做到治疗 好 刚刚新妹提到 也就是这样 早上起来 如果你有发现 突然之间听不到 那代表说你是很敏锐的 因为我们有两只耳朵 你一只听不到 另一只会带长 那再来就是平衡感变差 有一些晕眩的感觉 刚刚提到 不见得是直接 就是听力有问题 还有最明显 因为一只耳朵听不到 接电话的时候 发现说 等会不会掉了吗 是不是 是不是常有病人这样讲 这个时候 病人常常都是 他真的没有发现 他听不到 那大部分都是要 大概两三天 一开始大部分人都会觉得 我好像耳朵有点 胀胀的 闷闷的 但是他没有感觉 他其实听不到 那到了两三天之后 他真的需要 接电话的时候 发现我这只耳朵好像真的 听不到电话的声音 他换了很多 大部分人会有逃避的心理 他又会再拖两三天 想说可能会自己好吧 结果再过了两三天之后 发现不行 我这只耳朵好像真的听不到 的时候才就医 不过这样子也还可以 因为还在两周之内 我们一直重复的 重复的说 尽量在两周之内 接受正确的诊断 这样听力的恢复 还是最有希望的 那为什么耳中风 在冬天比较容易发生 我们的耳朵是需要特别保暖的吗 对 因为我们耳朵内的血液循环非常特别 它从颈动脉上来之后 它走到后面脊椎动脉 从后面进入耳内 所以我们在冬天的时候 像现在天气变化 突然变冷 来到门诊耳鸣 晕血 突然突发性耳聋的人变多了 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会建议 其实一般人也需要 在这种天气降 气温降低的时候 要做好我们的保暖 像戴帽子其实很好 帽子的话 你也不用说枕头照住 其实我喜欢就是请病人 大概要照到后面 后脑 是戴后面 血液循环从后面来 这样 对 那如果有围巾的话 其实很多阿公阿嬤不喜欢围围巾 那我就会跟他们说 那你穿一个高领的马 把后面的脖子挡住 后脑或者是外套夹克 有那种帽T的那种 可以把后脑勺和脖子 后颈的地方包起来 帮助耳内的循环 维持住 那这种状况就会比较少发生 OK 这次何医师 他自己提供大家的方法 他平常也会戴帽子 然后唯一个危机 尤其是这种凉凉的天 很容易可以做到 一定要保护自己 那郭医师 还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呢 中医的保健 其实我蛮推荐 第一个一定要吃得好 那再来就是睡得好 接下来就是一定要心情好 那吃得好 我会建议各位可以尝试 这样的一款我们的粥品 那我们的粥品里面的药材 有百合 天麻 枸杞 羹 羹米 那其实这样的一个粥品 可以起到一个相当好的作用 包括我们常说的天麻 我常把它称之为东方的银杏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有些时候我们头晕 四芝麻 你去到西那边 西会开一个银杏给你使用 那其中一样 我们就常会开天麻 促进我们的末梢血液循环 促进我们脑部血液循环 再配合上我们所谓的这个百合 百合它的药性里面 它可以起到一个润肺 宁心 安神 可以让我们也可以 在睡眠中间得到一个修补 那枸杞 大家都耳熟能详 它是入我们甘胜两个筋肉 甘主筋 胜主骨 那可以起到一个耳冲莫名 那羹米它其实是过我们的脾胃 也就是说在我们冬天的时候 来一碗暖暖的粥 不仅过我们的肠胃 也过我们的甘胜 好 所以我们要请秋香老师 来教大家里头加了天麻 而且还加了银杏的好料理 秋香老师 天麻跟银杏可以做什么料理 可以做银杏翠粒木耳虾仁 天然都很健康的食材 因为我还加了木耳 木耳也是血液的清道乎 因为你如果血管阻塞的话 就很容易就是一些小中风 或者是耳朵不清楚 那我还加了就是银杏 就是我们讲的白果 然后还加了这个就是天麻 是 那这个天麻 其实我们买的甘品是这个样子 如果你要煮汤的话 你就把它洗一洗泡一下水 要泡多久 这个泡其实30分钟就够了 但是你泡的水 我会建议就是把它丢了 因为大部分都会放一些 恍惚的东西 让它颜色定色 不然它就会变很黄不好看 所以我这个就是泡过水以后 我就快速的汆烫一下 了解 那甘品是这个样子 它其实不需要冰 它不容易坏 然后这里面我用了韭菜 因为韭菜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活血的东西 是 然后我就加了一个豆干 因为煎腾营养 好 那我现在我就先来爆香 个子癌真不好玩 来 你需要什么 好 我先把油放下来 然后蒜片 对 这让我想到 韭菜叫起羊草在中医 对不对 所以它对于血循方面有帮助 对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常说 肾开枪无需二 所以很多人会问说 为什么耳鸣会扯上所谓的肾气虚 主要是因为我们除了局部血液循环 睡眠好之后 我们还是要过我们的肾 让我们的肾气充足 其实就会起到一个耳聪目鸣的状况 OK 所以像这个新鲜的韭菜就可以帮忙 对 OK 所以你说你遇过 有一个人他耳中风的状况就是 颤着 对 我刚刚听到医师说 这个保暖很重要 我就突然想到我们之前报道这个案例 就是一个大哥 因为他就寒风中想说没关系 从工地回家 然后就想说简单的那种 伴照式的安全帽套上去冲 刷皮帽那种 对 冲树一下就跟他回家 结果没想到一路回家 可能越骑真的越冷 因为风很大 然后回家之后拿下 反正他说当时他跟医生讲说 觉得很怪 回家之后没多久 就觉得耳朵像闷闷怪怪的 但说不出来是什么感觉 可是第二天一早醒来 就会觉得刚才讲了 好像整个有一边听起来就怪怪的 后来赶快去看医生才知道 他就是俗称的耳中风 耳中风 就后来因为他没有其他 也没有感染 也没有干嘛 压力也没有很大 因为每天都这样工作 也没有特别的像 雷鸿大哥有在乎压力 所以医生就在想 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 他这一路吹很冷的风 那他可能本来三高什么控制 就没有很好 所以有可能是这样造成的 突发性的耳聋 好 何一事上耳中风的患者 你说黄心治疗期两个礼拜 那治疗的方法是什么 吃药吗 打针吗 如果那个人他完全没有任何 糖尿病 肝炎这些问题的话 而且他是年轻人 也没有什么胃不好 胃出血的问题的话 首选最有效的治疗 其实是口服高剂量的肋骨唇 但是有些人就是不适合 如果他糖尿病 胃很差 口服都不适合的时候 我们才会退而求其次 就直接把肋骨唇打到耳内 打耳朵 那会很厚 对 打进去 会有一点局部麻醉 那个效果也是有的 如果这个还不行的话 其实大家都有听过高压氧 高压氧也是可以增加 内耳的氧气含量 让它预期它可以修复 像一般我们如果肢体的中风偏瘫 是需要复健 而中风它的服药 或者治疗期间大概多久 其实如果是口服肋骨唇的话 就是高剂量的肋骨唇 我们会吃个10到14天 OK 好 两个礼拜左右 打针的话 就是每个礼拜打一次 要打四次 所以一个月就过了 一个月 OK 好 这让大家有一个概念 邱康老师现在香仁已经好香了 还有豆干 对 就在旁边这样子 就是分开这样炒 然后这个时候就给它 醋一点酒 为什么你家人会想要加豆干 因为这是均衡一个营养 都是很好的蛋白质 对 因为现在的人 真的讲你家炒好多菜 他会觉得很麻烦 所以我就把它就是一起这样子 好 那加的你就是 你事先可以用一点点蛋白 去把它抓一下 然后我现在就是加的就是盐巴 然后加一点点的胡椒粉这样子 那你的银杏呢 你银杏有烫过吗 银杏我们要烫过 我们买回来的银杏 不管你是中药店还是在一般的超市买的 你回来的银杏一定要烫过 所以这个银杏烫过是熟的 然后木也是汆烫过也是熟的 好 然后再来就是韭菜花 韭菜最后放进来 要有点脆度是不是 是 然后我们给它就是一点点的水 这个时候就可以来大火炒它 那天麻也可以一起下来 天麻最后下 是 天麻吃起来什么味道 脆脆的 它也没有味道 所以它必须要吸收其他的味道 是 所以你如果在蹲煮那个汤饼的时候 它就是你煮鸡汤 它是鸡肉味道 煮排骨它就是排骨的味道 就这么简单 所以它也很适合放入汤里头 对 它适合 它是一个久煮不烂的 是脆口的 跟山药不一样 山药你会它会脆掉 它就不会 好 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 而且你看这道里头有白色 有黑色 然后虾仁的红色等等 各种都有非常健康 大家可以试试看 让身体软活起来 试试这道银杏脆粒木耳虾仁 加强血液循环的银杏跟天麻 搭配鲜美的虾仁 帮你预防末梢血管的阻塞 不怕手脚冰冷 光照来看天旋地转的晕眩 秋秋老师你有是不是 有 我很严重 而且我如果被我这样子 转起来的话 我要一天一夜才会醒过来 真的就是你眼睛一张开就狂吐 这样 连喝一口水都不行 这到底该怎么解决耳鼻后科医师 他也有一个小撇步 待会告诉大家 马上回来 晕眩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经验 尤其很可怕就是那种天旋地转 你连要走路要站都几乎不可能 那么陈文倩她说 蔡琴在演唱会前生了一个怪病 里头也有晕眩 对 所以这就之前 等于蔡琴跟云门在合作的记者会上 结果大家都不是在问演唱会的事 大家都在关心 陈文倩缩体生的一个怪病 那到底是什么病 大家都在担心她的健康问题 后来才知道说 她的健康问题 其实也就是包括眩晕耳鸣 那陈文倩在描述说 她跟蔡琴的关系 他们两个其实关系还蛮好的 蔡琴还蛮关心陈文倩的健康 因为她是台湾病王 因为她真的很多病 她其实蛮辛苦的 各式各样包括自体免疫疾病都有 所以陈文倩说 其实蔡琴也对她蛮好 有时候甚至都说 你叫你司机下来载我 我上去帮你按摩一下 就是说 因为她说舍不得 她肿得像一个巨型的精灵在那边 所以两个人交情应该是不错 所以在对话当中 她就有透露说 当时她要办演唱会之前 然后有时候在电话上 蔡琴就讲着讲着 陈文倩就写说她就哭了 那为什么呢 就是说 因为她就发现说 好像有一些状况 就是包括耳鸣或眩音的状况 那有点担心 当然不是最主要不是担心自己 因为如果演唱会不能开或干嘛 对于其他的工作人员或什么 都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所以后来就说 当大家关心蔡琴就说 对啊 陈文倩写成这样 大家会担心你到底发生什么事 她就说其实也还好 最主要就是眩晕跟耳鸣 那后来她就发现说 眩晕这个问题 好像她得去找这个神经科的问题 因为不是光光耳朵的问题 然后把眩晕处理 她还要处理耳鸣的问题 那更重要的就是说 她其实本来有在抽烟 后来看完医生之后 又决定要把烟戒掉了 对 然后她就说重点就是说 她其实要先治 眩晕 但耳朵还是得治 然后她就说她很 因为她很担心说 因为她讲了一句话 我觉得待会医生可以讲 她说她担心说 现在只是眩晕跟耳鸣 接下来可能有什么 低频跟高频的噪音 接下来说不定会有 突发性的耳中风的感觉 所以要避免这些状况出现 所以要好好的治疗 会吗 医生会这样吗 眩晕耳鸣不治的话 可能会导致耳中风等问题 其实我们不能直接画上等号 但是其实就像我们前面有讲过 很多人后面发现自己听不到 其实她前面已经 耳鸣眩晕身体给她的警示 她是反映说 你内耳已经有点问题了 她先开始用耳鸣的噪音跑出来 开始不平衡 这个时候如果不理她的话 的确后续继续恶化下去 连轻力功能都受到影响 我们一般人如果第一次遇到眩晕 天旋地转那种 大家都会非常害怕 以为我是不是中风了 其实如果我们听病人这样讲 我们反而比较开心 为什么 因为这个其实是耳朵 内耳不平衡造成的 内耳不平衡算是周边性的 周边神经 对 周边造成的眩晕 那她会非常旋转 转得很剧烈 有些人会吐 下不了床 因为她只要一有动作 四周都在转 那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是好的 因为她随着时间 自己会慢慢好 即使你什么都不做 她也会好 那中枢就不一样了 中枢其实最常见就是中风 那中风引起了 她反而不会有那种 大地 天花板 地板 都在转的感觉 她就是觉得不平衡 有点晕晕的 但是有一个重点 她不会随着时间改善 而且病人会 其实不太能行走 你晕到周边行 如果即使很晕 天旋 地转 你强迫她 你给我站起来走 扶着她其实可以走路 中风就不行 中枢型的话 她完全站不起来 平衡完全失去 一站起来就跌倒 这个时候就要怀疑 是不是真的是中风 好 所以耳鸣 血运不可以轻忽她 不管是哪一型 是由医师来判断 她在我们现场 说到天旋地转 虽然医师说 在他们眼中算是比较好的 但是很痛苦 对不对 对 其实刚刚 何医师在说的时候 我真的是点头颅倒算 当你晕的时候 我只想唱一首歌 就是 专专业 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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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因为真的 我是在七八年前的时候 曾经这样第一次发作过 那我只记得说 我很小的时候 我爸爸也曾经这样 在医院发作过一次 那就是赶快去到急诊室 那时候医师帮他做了一次 耳食复卫法之后 我爸爸就从来没有发作过 等我第一次发作的时候 是我还门诊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刚出来开业比较忙 我发现针灸到一半就觉得 奇怪 不对 我低头看患者 抬起来拿针的时候 觉得开始上会旋转 那时候发作就是会冒冷汗 一直冒冷汗 对 那时候就赶快 停止一些门诊的时间 我上去楼上接个电话 就上去楼上 我走不上去 我一直旋转 但是就像何医师说的 我扶着那个手栏杆 我是可以上去的 可是上去之后 一坐下来还是一直晕 就一定要赶快 把这手拿过来一直吐 吐到连胆子都吐出来了 就觉得比较轻松了 赶快故作无事样 赶快再去楼下看门诊 看完门诊之后 一路开车回家 路上一直走走停停 继续吐 所以持续这么久 对 然后后来 一段时间没有发作过 后来我发现 只要我忙的时候 或疲倦的时候 甚至我如果吃得太咸的时候 也会发作 所以我常跟患者说 当你发作的时候 第一一定要记得 不能吃太咸 因为吃太咸 会让我们内耳里面的 淋巴循环改变 会造成眩晕 再如果太忙的时候也会 所以我大概知道说 我什么时候会发作 如果像有些时候 我低头捡东西起来的时候 或者是左转右转 然后看太多的时候 我也是知道我会眩晕 所以那时候去找了一个 我的学弟帮我看他说 学长你真的有这种 眼球的震战 眼球震战 对 那眼球震战是怎样 你会感觉到像眼皮跳吗 还是说你自己不知道 不是 比如说帮我们做 那个眼球追射的时候 你会发现我眼球 看过去的时候 会一直这样晃动 所以像我看 我跟着你们在讲话 说我左转右转这样 我看太多 我这会开始旋转 轻微的晕 那你是固定前面好了 对 常常有些时候 我们来看门诊的时候 左转看患者讲话 然后回到我们电脑前面打病 我看太多 我真的会觉得 快要晕了 可是那个晕我是可以忍受 那真正的梅尼尔是真的 你会发现 他真的是有前兆性症状 就像我刚刚说的 我会冒冷汗 会开始心悸 会想恶心呕吐 对 那个呕吐是没办法抑制的 所以你就赶快休息 对 所以我也是在家里 前一段时间 前一分钟 我还跟我儿子在聊天 后一段时间 我就觉得开始晕了 我都躺下来更晕 我就赶快跟我太太说 赶快给我垃圾桶 要吐了 对 甚至跑到最后 我是抱着马桶一直吐 吐到最后真的不行 睡饱了 真的就没事了 好 那么我们也要问一下医师 所谓眼球震战是什么 为什么耳朵还关系到眼球 眼球震战 因为我们大脑 它是靠视觉传进入境之后 到我们的中枢去 控制我们身体在正中间 所以我们这样看东西 我们才可以追悟 那如果你这个内耳的调控机制 失去平衡的话 因为我们两只耳朵 通常是一只耳朵 比另外一只耳朵弱的时候 它两边的讯号不一样的时候 它控制眼球 有一边能力变弱了 所以它另一边就会比较强 你就会看到眼球 不自主地有水平 或是垂直的这种战动 对 就是眼球的战动 OK 好 那你说有个方法 尤其针对前庭方面 有个方法可以教大家训练 算是一个复健法 对 像我们针对有晕眩发作过的病人的话 我们会希望他平常可以增强他的平衡能力 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家里有准备把椅子 那如果是老人家的话 我们会希望有人在旁边防止他跌倒 那这个方法实在是非常简单 其实就是让你坐下站起来 我们就从坐姿开始 眼睛要往前盯着是不是 对 眼睛最好是可以盯着前面某一个东西 不要动 然后要站起来的时候动作慢慢的 如果你脚没力也可以撑一下 慢慢站起来 然后眼睛都不要动 我们就看着前方 这个其实就是透过视觉平衡觉 达到的一个动作 那如果晕眩的人 其实这个会有难度 那这是最简单的训练他的方式 恢复他的平衡功能 那我们再坐下来 其实这样子重复做十次一组 这就是一个复健运动 那我们也可以再进阶 这个时候我们要取消视觉 我们要闭眼 闭眼之后 再慢慢站起来 那如果有晕眩的人 他会怎么样 他有办法做到吗 对 他眼睛一闭起来的时候 他就会这样子晃动 所以最好是家人在他前面 有人可以在旁边防止他跌倒 需要去扶他的手吗 不用 好 让他自己站在旁边保护他就对了 让他的视觉取消之后 让他靠 现在完全是靠平衡觉 OK 让他慢慢再坐下来 坐下起立 这样又是另外一组 十次 一样十次 那再更进阶 他真的要有加上旋转的动作 怎么做 就是慢慢站起来之后 先向左旋转一圈 为什么一定要向左旋转 我们等一下会再向右一次 医师就告诉我说 要先向左旋转 我想说为什么要跟北半球的地球一样 没有 这是第一个动作 那右边要公平 所以我们要再坐下来之后 再站起来 这个时候就换右边了 这个就是睁开眼睛 对 这个时候睁开眼睛 就是这个我们加上了旋转的动作 那对有晕眩的人讲 这个难度又更高了 所以还是希望有家人 可以在他旁边防止他跌倒 但是尽量让他独立完成 那左转一圈坐下 再站起来右转一圈 这样是一组 你说所有晕眩的人都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慢慢训练 这个可以训练他的平衡功能恢复 OK 搞不好之后来看 那么还有哪些穴位可以帮忙 以及秋香老师的好料理马上回来 秋香老师这一道是要做什么 枸杞香蒜山药鸡片 是 我今天用的就是新鲜的山药 但是我用的那个 这里面的鸡肉 就是脂肪不要太多 所以我用土鸡的鸡胸肉 那土鸡鸡胸肉一定是比较柴 柴一点 所以我就是用牛奶 然后一点点酒 一点胡椒盐 把它拌一拌 然后这拌的过程当中 因为那个鸡胸肉它会吸水 所以你给它一点点水 所以它就会变很嫩 那你要不要上混都无所谓 我在这边是没有上混 为什么因为山药等一下就有 勾勾的 对 就会有了 好 那我现在就是把这个油放下来 所以你说鸡胸肉那样腌大概要多久 稍微抓一下就好了是不是 大概要20分钟左右 就腌它进去 对 其实你卸薄片十几分钟也可以 但你腌久的话 你记得放冰箱 好 那我会放这个 这个是竹姜的一个姜末 我个人偏好竹姜 因为竹姜它香气比较浓郁一点 这样子 好 那就把它拌开 好 这个时候鸡胸肉就可以下来了 郭希 你自己晕 你说都会晕到吐 对 刚刚广告时间 如果说像那样站立 闭着眼睛 单脚等等 你有办法吗 是没有办法 对 我可以示范给大家看 我真的是没办法单脚站 像我如果平常我双手打开 眼睛闭起来单脚站 我是没办法看 我手脚到脚都没办法 对 我是没有办法 好 所以就可以做类似刚刚那个复健动作 有帮忙 长期下来是有帮忙的 那另外以你自己来说好了 你平常还会搭配哪些穴位 这三个穴位是 钟医师活生生血淋的一个印证 当症状如果发出的时候 其实像安眠穴 血吸穴跟四层通穴都很好用 其实这个安眠穴就符合刚刚何医师说的 我们耳后有一条血管 进到我们的耳朵里面去 所以按压安眠穴 可以让我们的血液循环增加 钟医师讲无痰不作炫 所以我们已经选了一个 胃经的解析穴 去起到一个所谓的 气氧不深 酌婴不降 缓解我们身体这个痰 来影响我们这个穴音的现象 这样的一个四层通穴 就是把我们身体的气往上 往上带 带到我们头脑里面 增加血液循环的一个概念 就符合钟医师说的 正气唇内血不可干 把我们的正气把它充足完之后 其实外淫 其实对我们身体都没有什么干扰 那在脚背上那个怎么找 这个叫解析穴 解析穴它是胃经的一个穴位 它是走我们所谓进前击的地方 往下到我们的大拇指 这边有一个太冲穴 最好找的地方就是从 我们的大拇指 大脚趾跟第二脚趾中间 这一个指缝往上找 找到跟我们的脚排交接处 这边有两条肌腱的部阻点 这个就是解析穴的地方 OK 好 大家也可以试试看 是 很香了 就是你把那个同时就是 鸡肉跟香菇一起下去 那姜跟香菇也是好朋友 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 来调一个味道 就是酱油 然后呢 来 我们给它这个是味蕾 一点点味蕾 对 这样一点点味蕾 然后这里是一个明酒 明酒 一点点酱 徐康老师 有时候干香菇要先下去炒 有时候没有 那个拿捏的时机呢 干香菇有炒过跟没炒过 香气不一样 对 所以你一定要有 我即使说你没有办法炒很久 你就是剥一个地方 把它摆在那边 所以你刚刚鸡放下去之后 另一边是干香菇 就是让它去煎一下这样子 好 那我现在这个把它调好了 我就先倒在鸡肉上面来 因为我们在调味的时候 就是用牛奶腌的时候 没有加鹽 就是加一点点胡椒粉这样子 所以它这个就是会咸甜咸甜的 好 这个时候我们再把这个 山药加进来 所以山药你是要它的滑嫩感吗 要脆脆的那种感觉 是 还有枸杞子加进来 好 这个时候就可以给它 一点点的水 因为山药下去 它的咸度就不太够 所以我就用筷子的 尖尖的蘸一点就够了 不然的话你如果要用到那个 咸度连山药都够的话 山药的白色就不那么的漂亮 了解 好 那起锅的时候 像现在非常方便 就是把它炒一下就好 因为山药大家也知道 它可以就是吃生的 好 一点点胡椒粉 大家可能会知道说 会觉得说我那么爱用胡椒 其实胡椒是可以促进 你的血液循环的 对 胡椒辛香料都是好的 好 最后这个是蒜 青蒜 香菜 好 完成 好 所以我们这一道就完成了 最后加了很多的青蒜还有香菜在里头 推荐这道枸吉香蒜山药鸡片给您 肉质鲜嫩的土鸡肉 经过腌制的调味以后 以山药一同入口 帮助你提升免疫力 好 这一道闻起来真的好香 而刚刚郭医师说 这一道来配你的茶饮刚刚好 对 我们在享受秋香老师所煮的 烹调的这个美味焦药厨 其实我们可以同时享受中医 它里面有一个所谓的醒皮开胃 以及通窍的这样的一个茶饮 里面有桑叶菊花以及薄荷 大家都可以知道 这几类药都具有芳香的味道 它可以通我们的酒窍 所以可以其实跟我们这样的一个 美味焦药其实做一个非常好的搭配 感觉很清爽对不对 好 可以试试看 很多人听力受损之后 甚至有重听 我想有一些长辈就这样 不去理他 然后不带助听器 蛮麻烦的 对 其实还是要呼吁一下 当我们听力比较减低的时候 一来 比如说你开车 可能会有一些听不到声音 听不到喇叭声的风险 另外很多研究 其实有发现 慢性的听损的人 确实可能失智的风险会比较高 有个统计数字 其实要呼吁一下家人 就是我们发现台湾 统计起来大概12多万的人 是有听损的问题 但是有很多的听损的人 平均起来到第七年 他发生听损的第七年 他才会开始愿意 去做助听器的佩戴 所以其实他会长达一段时间 是一个被忽略的状态下 其实跟什么原因有关 类似跟我们说戴助听器 会觉得外观上比较不好看 不雅观有关 所以还是要呼吁大家 民众说 假设你发现家人 有听损的问题 你多给他一点爱 多一点包容 多鼓励他去佩戴助听器 减少我们说这些失智风险 或者意外发生的危险 因为大家不要以为 这是听力的问题 其实国际的研究 引起失智的12个危险因子当中 第一名第一名就是听力 所以当听力出现损害的时候 一定要赶快去带助听器 否则的话 对于脑袋的影响会非常大的 那么哪一些人需要定期的 去做听力的检查呢 包括了像是 如果你常常在吵杂的环境当中 工作的人 你一定要定期来检查 另外就是如果家族里头 有一些听损状况的人 也请你到耳鼻后科 做一些很简单的检查 保护你跟自己家人 健康2.0下次见 拜拜 我们随时有最新的健康信息 你就可以接收到咯